您知道每年有多少蔬果 僅僅只是因為賣相不佳而被丟掉嗎 高雄三明區一間餐廳 所有的蔬果食材 只選用長得不好看的醜蔬果 老闆從自身做起 推廣食物資源永續 讓每一顆蔬果都能發揮應有的價值 我們直接把醜蔬果 然後加工烹調成是一個餐盒 甚至說是乳酪飯的一個系列 然後可以如此用最簡單 最少碳足跡的一個方式 然後可以去更觸及到 普羅大眾去享受到美好的食物 然後認識到醜蔬果 其實它是很美味的 在南部 蔬果依照外觀分為上中下三個等級 為了消費者能買到漂亮的上級品 在採收 運送 審核的過程 就有很多美味卻不美觀的蔬果被淘汰 造成食物無端的浪費 我們去跟統一的一個攤商 去這樣去收下品醜蔬果的一個部分 然後我們只做搜索蔬果的菜 其他品產我們不搜 也因為如此呢 其實我們發現說光這個部分 我們就處理不完了 更何況是說全台灣各地 有那麼多的一個火災市場 還有那麼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會希望是說 我們做這件事情 是能夠引起大眾人來去重視的 這個洋蔥的話看起來好像沒怎樣 但是它是下品的 原因是在於說它不夠大顆 正常的話餐廳或是消費者 希望的洋蔥會是這樣子 這樣子大 但是它只有這樣子 正常來說它希望是這樣子大 你看哇呈現一個L型 這個也是彎的 所以你在菜市場看到那種超級直的 那個都是上品 這個都是下品 老闆說醜蔬果只是長得不好看 但在雞腸露露時 吃進嘴裡的滿足和療癒感 卻是絲毫不減分 並持著療癒的想法 老闆推出了獨一無二的 棉花糖滷肉飯 它整體吃起來的感覺 它會有點像是 燒冷冰那樣子 鹹甜鹹甜的 不會不搭 很搭 我們曾經有客人 我們曾經老顧客 他來他都不點其他 他單純就是點棉花糖滷肉飯 很神奇 因為只收購醜蔬果的堅持 老闆必須反覆衡量經濟效益 也遭遇過不少顧客的質疑 就是說你們收購這些東西 那為什麼你們還是賣這樣子的價格 然後不是比市面上 便宜一個兩成三成之類的 甚至說 市集品的東西是不是就不好 那你為什麼要賣給顧客 讓我吃這種東西 我們也是有時候會聽到這樣的一個聲音戰 就當場就是說 如果我早知道你們是賣這種東西的話 那我就不會買了 環保觀念也好 或是說消費者意識抬頭也好 已經這種聲音已經漸漸比較少聽到了 在我們之前我幾乎沒有聽過高雄市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訴求的一個餐廳 那我們開了第一槍 我們開了第一槍之後發現說 這個商業模式它是可以行的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有其他的店家 可以去仿效我們的一個做法 然後將更多的一個美好的食物 然後呈現給一個消費者 再更擴散到城市的每一個角落 隨著環保觀念和消費者意識的抬頭 老闆說大部分的人還是非常支持他的理念 這間餐廳就是醜蔬果議題的發散點 讓更多人了解到食物浪費的迫切性 讓城市裡的食物不只美味也要環保又健康 記者消息圈李凡飛高雄採訪報導